中節童話教育 小人圈转转 虽然郭友波以前到现在 不管客公安装条件 我们做民族的理想文化 都是受到变化 甚至故意无重视 早期外民团提到郭友波投尊控医 或者郭友波应该给我们做民族的孩子 跟客公幸福我们做民族 历史上我们是缺席的 我们是模糊不清的 我们是被扭曲的 我们希望能够终结 殖民童话教育 这一个 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是比较积极的 要希望教育部能够协助 建构我们原住民的教育学制 外民团提希望能够建造 一份一份民族文化委屈性 更呼吁 基本国民教育的 生文化依然教育来行 因为中文中国立宿地理 不必要承认这个 在外民族的学校 应该让外民族 依然文化教育 成为必须的课定 然后又应该要加工输出的背分 来背拥那么多的 外民族的老师 这真的可以帮助外民教育 有关于原住民族教育的相关的 那个课纲的订定 还有师资的培育的部分 我们教育部会纳入相关的会议 然后跟原住民委会 跨部会来协商 外民团体也发起年数 希望可以出行教育部 可供大大改革 继续在民东华教育 让我们住民族 可以有教育的资料款 去这段时间 等全国台北部的 欢迎来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是由灿烂时光 还有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以及公民行动影音 记录资料库联合 制播的一个节目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第一次来 跟公司的PNN一起合作 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合作之后 我们可以让台湾的 社会运动议题 一些更重要的社会议题 能够让透过影音 透过视讯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除了视频的 这个节目之外 我们也会在广播频道当中来播出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他谈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议题 前一阵子我们知道 高中的这个课纲 历史课本的课纲 包括公民课本的课纲 其实也做了一些修整 做了一些调整 那这课纲一调整出来之后 其实就引起社会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特别是有些团体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课纲的调整的程序 其实是有问题的 而且它并不符合程序正义 所以在2月28号的时候 有一群公民老师 还有1985公民行动联盟 他们也上街去抗议 那不过在这之前 包括一些台派的团体 或者是包括我们看到 原住民团体也上街来抗议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也是在这一次的课纲调整当中 其实比较少被关注的面向 我们要跟大家从一个所谓的史观的观点 或者是原住民族史观的这个观点来看 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课纲调整议题 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 师大弟弟系的教授 也是长期关心原住民运动 投入原住民运动非常深的 一位原住民的行动者 汪明慧 汪老师 汪老师你好 汪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开始可别先简单的告诉我们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原住民族 在对于所谓的这个课纲调整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些不满 以及为什么要上街去抗议呢 我想从原住民的立场 这个史刚的这个争议 本来开头 比较像是说我们一般的这种 政治上的一个争议 就是说所谓是中国时分 还是台湾时分 那这个不同的政党 在在执政的时候 他们就会选择比较 这个偏向于 他们自己的一些意识形态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观点 比如说我们说去中国化 去台湾化 这样的一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很容易 放在我们这个台湾的 这种主流政治的脉络里面 就变成是一个政治上难力 或者统独之争 那么那因为这个 这次的这个史刚刚好是结合 我们台湾的这个国民教育 由九年延长到十二年的这个国教 所引发出来的一个 一个有关历史观点 这个争议 可是从原住民来讲 就历史来讲 或者是做就课程 或者是教育 教育体制来讲 其实原住民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可是因为 这个主流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争议 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教育的问题 反而会被盖住 那所以从原住民的立场 想要借这个机会 不仅对历史的这个议题 能够发出声音 也对 也希望能够表达 我们对教育的一些主张 我想这是一个史刚 那刚刚特别谈到说 基本上来讲 台湾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先来后到的族群 或者是不同的国籍的人 到台湾这个社会 那其实我们这个课纲 也不是第一次调整 也调整过非常多次 那我不晓得 在您过去的经验里面 或是您所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在过去的这种课纲 调整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邀请一些 原住民族的代表 一起来参与 那在这一次的课纲 调整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这就是真的是我们 这个我希望国家 能够证实这个原住民的问题 原住民大概只有占12% 这个上下的人口的比例 那就人口数来讲 2300我们常常挂在嘴上 2300万 实际上只有50多万 那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就人口的规模来讲 你要处理他的教育的 这些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可是我们长期被忽略了 我先就历史来 刚刚直接回答 刚刚管老师所提的 我们从来没有 就是说比较是符合现在的观念 就是说能够尊重原住民意愿的 这种教育政策的一个决策 当中邀请原住民族 或是询问原住民族各组的这个意愿 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 其实从来没有过了 那那其实呢 更直接来讲 其实就是说 这个教育从日记时代 承接到中华民国 这样的一个一个教育的体制 除了从这个皇民化 这种童话的政策 日记时代的 那么到了中华民国政府以后 就变成是中国化 一样也是童话的政策 所以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之间的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所以其实没有遵循的空间 他们也不认为有遵循的必要 所以就是你要改造这个被日本所改造为皇民的这些原住民 或计叫高瞎主 到了这个中华民国执政的时候 我们就要变成中国人 也是一种改造 这种改造 只有改造跟被改造的这种关系 是被改造的大概是没有声音的 大概也没有这个权利 那么我们想这么久了 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了 我们每一个原住民都非常重视教育 可是呢 我们最后教育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真的被改造了 然后我们的语言 自己的语言文化 还有很多的传统 就因为接受了这个教育 那就流失掉了 我们看到政府官员 这个教育部门从来没有直接了当地说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重化你 从来没有 他们是隐藏的一种词汇 可是我们就最后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结果的事实来论 就是我们学了这个教育之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化 正走向消失灭绝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殖民 童话的一个文化灭绝的一个教育政策 那我们想说二十一世纪吧 中华民国应该比较文明了吧 应该是这种 当我们讲说这个多元文化已经是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大家懒懒上口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政策 你总不能停留在口号吧 二十一世纪所变化的时候 我们想借这个时候呢 想要表达说 你十二年国教变成有九年变成十二年 要延长了 OK 没问题 我们是国民教育嘛 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体质上我们来改变这个教育 那然后 就是说 能够改变符合我们需求的一种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学做文代的国民的 应有的这种教育的涵养 那么另外呢 这个教育希望能够达成说 促进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传承 文化语言的这种附赠 有没有可能 因为看起来我们圣殿国教还是延续过去的结构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跟时间 我们几乎没有呼吸我们自己文化的这种空气在里面 我们想要弄一个空间来 所以他必须要国家教育部的这种层级 才能够调整的这个结构 而这个呢 是从来过去在教育的政策制定的过程里面 从来没有过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来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谈到史冈的时候 史冈 如果从原住民的这个 历史的时光来讲 那么不管是1949年以后来的 或者是1620年以后来的 这个先来后到 对原住民来讲 这个就台湾的历史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一些考古遗迹 那么很多动不动就是上万年 那几千年的七八千年 从这个可以证明我们这边的人类活动 我们的过去原住民的祖先 就已经非常久 那从语言学或者是说 跟南岛大洋洲的南岛的关系 有很多人就主张台湾是一个南岛民主的发源地 就这个观点来讲 就台湾本岛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是已经超过接近一万年 这个一万年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 我们常说五千年 甚至是超过的 那一直到1620年以后 很晚近 等于是很长的一个历史的时间 最后几分钟时间 才有这个不同来自于欧洲 来自于日本 等等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民族 来这边统治过 那么现在是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当然是从中国来到这里来 到了1949年的时候 它也只剩下台湾 可是它历史的算法 就对我们原住民来就有点奇怪 就是它把历史就1949年以后 就连到中国了 所以把这个1949年 以前也都算在中国的历史 实际上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是 各有各的历史 它不是一种直线可以直接可以相连的 所以我们也想这个机会说 我们历史不一样 而且我们又是不同的民主 如果说今天还有一个宪法上的争议 就是说这个教育 克刚教育部声称说这是合线 好了 从原住民角度来讲 你用少数民族就不合线了 因为我们的宪法也好 原住民族基本法也好 用的都是我们所争取来的叫做原住民族这个字 没有少数民族 而且少数民族跟原住民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没错 中国在中国大陆使用少数民族是有它的脉络 因为是要对应多数的和民族 所以有55个少数民族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它如何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或者文化发展 那么这个就是要架构在少数跟多数之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刚刚特别是王老师提到所谓的历史的发展 它不会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一种所谓线性的方式 那即使是线性它也不会是单一的一条线 没错 那是从所谓的中国的史观 或者所谓的台湾的史观来讲 基本上来讲它还是在一个中国的范畴里面 它也许是一个5000年的架构 可是在台湾其实有另外一台说法说 台湾人是400年史 那其实好像是一个断裂的关系 问题是说这个地方它原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段落 一个这种所谓的单纯的脉络的发展 它是一种多重交织的结果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中间的问题是说 他们用人来记上历史的 就是说人跑到哪里 它就是中国的历史就延伸到哪里 它从中国大陆 然后跑到台湾 这个中国历史自然你延伸到这里 这个我觉得这个历史是一条线 没有错 但是不是只有这条线 我们也可以上到中 这个日本人来的时候 那51年 你要不要算在台湾的历史 也要算 更早的大清帝国的212年 还有明镇 还有葡萄牙 还有荷兰的 对不起 荷兰跟西班牙 2636跟22年 在这个当中 有很多早期的台湾人 在这个不同的时代进来 所以这个有好几条线 连到日本 连到荷兰 连到西班牙 也连到这个中国大陆南方 然后中华民国 还有这些不同的政权的线 它是交织在台湾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 选择其中一条线 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历史了 应该是说 以台湾这个空间 它的包容 它包含了 它是inclusive的概念 而不是只有选择一条 不然的话 你选了这一条 另外其他条都不服气了 然后你都觉得 你为什么不算我 我的历史 应该是要把它一起平衡 放在一起 这个都交织着 台湾的一个历史的故事 这个才是一个正经 而是说 以台湾这个空间 为历史的空间 这样子来看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 这很好玩 其实某种程度 按照汪明慧老师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台湾的历史 或是很多国家 其实也是类似的 它是一个属民族主义 或是属于种族主义 属族群主义 它可能不是一个属地主义 属于一个空间主义的概念 所以我常也会在讲说 这个不是什么去中国话 而是中国是台湾一部分 那这个河南是台湾一部分 越南是台湾一部分 日本是台湾一部分 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谈到说 这个课纲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这个问题刚刚谈到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在实质上面来谈 在这个课纲里面 它到底怎么去呈现原著民族的 这个所谓的历史 或是原著民族的图像 那在其他国家 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 他们可以怎么做 他们通常是怎么做 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的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灿烂时光节目 公示新闻议题中心 PNN还有公民行动营银资料库 联合制播的一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会在透过网路的广播来播出 也会在视频上面播出 所以我们在礼拜天的晚上 在公民行动营银记录资料库的官网 以及PNN的官网 我们会同步来传递这些影像 也会把公库过去所拍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讨论议题的这个画面 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视频当中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前一阵子 非常热闹非凡 在2月28号 也有一群公民老师跟1985行动联盟 一起上街去抗议的 有关于克冈的这个争议 那我们知道这个克冈的议题 其实不只是这个原著民族 包括其他的这个汉人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公民老师 也都上街去抗议 那如果在这个原著民族的这个部分 其实台大人类学系的 歇斯中老师 他在接受平面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这个微调课刚刚是翻转使官 将清朝改为这个清廷强化台湾 重属于中国 丧失台湾主体性 主位性 更是从汉人的角度来扭曲 南岛与族的历史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师大地理系的教授 欧敏慧汪老师 汪老师同时也是长期关心 参与原住民运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者 汪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谈到了 就是从原住民的观点角度来看 这个史官或是这个客纲调整的这个看法 我不晓得在您自己再去观察 或是参与或是了解 这个史纲调整的过程当中 除了程序以及我们刚刚看到 它是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来 去写这个历史之外 在它的实时内容上面 它怎么去呈现 怎么去描述原住民族的呢 我想这个实际的内容 实际的内容 它是描述的就历史来讲 它习惯就是变成是一种 这个依附在这个中国 或者所谓的台湾历史里面 这个就是比较没有系统的这个描述了 它可能会有介绍 这个台湾有几个族群 按照我们现在宪法上所承认的 这些族群 它是分布在哪里 但是呢 它们的这个历史呢 可能会 偶尔会会提到一些考古遗址 这样子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说因为受制于时间跟空间 因为要让出很大的空间 要写丰富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主流社会的历史了 这个那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南岛民族和原住民族的历史 大概就被认为说是资料可能太少了 或者是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断断续续 然后很这个支离破碎的一个片段 然后相抗在这个以主流社会为主的这个历史的建构之上 所以你在这个课本上 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原住民的历史的一个线 那条线的发展 但是我刚刚讲了 这个台湾的历史 一直到大概400年前才有外来的这个族群 就是后来成为主流社会的人 那这么漫长的这个历史 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资料可以呈现在里面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 你应该要让它有系统的把这个这个历史呢 那连接到后来这400年的这个发展 变成是这个400年发展的一个基础 而它不只是一个点缀 那我们习惯不管是从网道或者是找到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主流族群来讲 那么上到400年以前呢 大家就就就算不下去了 所以市民的历史是400年史了 可是原住民要后面再加一个领都还不够啊 你要再乘以二啊 八千年呢 然后这一段历史 你呃我的意思说 今天那个国民教育要延长到12年 我们现在要如果要建构一个比较 这个族群多元而且是公平的一个地位 民主平等地位的公平的这种 这种国家的认同也好 你必须在历史上能够反映 对不同族群的历史的一个尊重 所以我刚刚讲每一个民族 可能是代表着一条线嘛 那原住民的那条线在哪里 没有它只有片段段段续续 不完全模糊 你不给我一个空间 然后你 更重要的是说原住民主平 其实是很 本身就非常的复杂嘛 不同的族基本上来讲 我常看过它就是国与国关系嘛 嗯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呃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硬塞在这个空间的话 这个这么多元族群这么复杂的这个历史 实际上是还真的蛮复杂 你一起塞在一个一个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时间空间的架构之下 还不如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说在这个之前 嗯 它就变成一个 我刚刚讲 我们作为一个台湾这个空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居民 有一个国家的一个一个共同的认同的基础 你要建构这样的一个一个认同的这种共同的认同的话 那你就应该共同要了解这个台湾的发展 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在南岛民族的一个这个奋斗的这个这个建构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嘛 所以这个历史你要放在 你只能放在边边呢 还是说像纽西兰的毛利人 他在建构这个纽西兰这个国家的时候 是把毛利人放在这个开疆辟土的那个那个历史的那一段了 对 后来才加入 后来再加入这个白人他也很清楚他后来才来的 所以他不能把这个历史连接到英国 虽然他跟英国有关系啊 但是还是要以以兰这个国土嘛 国家的这个联系嘛 那他的历史能发展到 现在所以如果你从空间的角度 你不能不重视 就不能不会看见这个 这很长的一段历史是原住民所贡献的 所写出来的 对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现有的一个课本里面 我们看到所谓的原住民 他会被放在这个好像在16世纪之前 或者说某种的上故事 然后16世纪之后 好像这一群人就消失了 那当然还是会零零星星会点缀 会出现一些东西 不过其实也有一个更重要的谈 现在原住民族的处境 历史课本也许没办法谈 可是在公民课本 公民与社会课本 是不是也需要把现在历史 这个所原住民族的处境 处境是拿进来讨论 例如说他们所面临到的这些土地的问题 或者是面临到像都市原住民的问题 我们看到阿美族的朋友 从花莲一直到台北 来帮都市人盖房子 可是他们面临到很多在居住权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在 也许没有办法放在历史课本当中 但是在一般的公民与社会课本里面 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致 因为它是一个刚刚谈到所谓多元并存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汉人 或是只有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民生活在这里面 而是在这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的族群 它其实也都应该要被记录被看到了 所以这个三个面向 就是说它这个国民教育 它应该要寻塑说 凡是住在国家领土内的具有国民身份的这些所有的人 他都有权利接受国民的教育 他有权利 而且是义务的 是个强制性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刚刚讲历史 你不能忽视原住民的这个历史 你必须要把它参与这个编织 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知性 而且是可能是还是根源的 那在公民的话那更是如此 我们不管是讲远翰或者是四大周星 在家新住民 你都不能少一个原住民的这个空间 所以你在描绘就是说 国家国民的这种这个构成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团体 就是原住民的团体 就是少民主 这个团体 你必须要在课本上 你要非常的肯 我们常常用人数的多寡 就是有一点多数觉 那少数可以忽略了 他不重要 我们讲这个比较多数的 那么甚至我们的外劳 或者是这种新住民 都快要比原住民还要多 他还甚至 他的重要性 甚至会被认为是比原住民还要重 那其实这个对原住民来讲 都不是好的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空间也是如此 我们就是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民长执政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政策 其实对我们认识是不错的一个课程 那个现在是没有 你知道认识台湾的历史 公民跟这个地理篇 从这个商业面向 你都必须要在 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都要看到这个原住民 它是存在的这个事实了 那接下来 就是我想 就从原住民角度 既然是说主要的这个 所谓的布定的课程 现在课纲12年国教里面 它这个从小学 国中高中 这12年国教 这12年国教呢 它其实有两个组成 两个层面的组成 应该是所谓教育部的布定的课程 这个布定课程 就我们刚刚讲的历史也好 地理也好 公民也好 或者其他的国因素 理化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所谓的主科 那我们这个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不会怀疑 这样的一个结构 因为其实 如果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原汉 或者加一个新住民 不同的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构成的国家 那么这个教育的设计 应该要尊重这两个民族 基本上是平等的 可是这个平等是没有被尊重的 因为这个课纲 我们所有的这个布定的课程 全部都是按照汉民族文化的 发展所需要的这些课程而定的 用的都是汉语文 然后用汉民族的观点 不管你是从中国也好 或者台湾来 对原住民来讲都是一样 都是汉民族 没有一个内容是根据 是根据原住民的观点 或者是说他的语言 完全没有机会呈现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 本来是一个原汉民族 两个平等 或者是加一个新住民 三个民族 那么这个教育应该平等的 发展这三个族群的话 那么他们三个族群 不会因为接受这个教育 而有一个族群的民族文化 语言文化得到发展 而其他两个族群竟然会消失的 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所以你应该要去设计一套 而且你未来要让原住民的族群文化 语言 透过国家所设定教育 得到传承发扬的话 想必你就不能让原住民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全部都把时间勾 让给主流的这种语文 或者是课程 你必须要让出一点空间给原住民 这样他们进到这个教育 可以得到这种双文化 双语言的这种学习的传承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 这就是我们觉得说 这个教育最后带来是一种文化的毁灭 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 也许在小学的某些的乡土课程里面 或它的一些所谓的生活的课程当中 也许会有 可是到了国中到了高中 基本上来讲 这个东西因为会被 刚刚你提到 好多东西要进来都被整个排挤掉了 可是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来看 就是说历史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它有事实 可是历史的呈现它绝对是跟权势有关 而权势的背后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权力的关系 没错 那回到这个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讲 好 那第一个就是属人头的确汉民族比较多 那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分出一些比例给这个原住民 我想很多的汉民族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在实物操作上面它应该怎么操作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教育的问题 而是原住民族在整个台湾的政治权利上面 它所处的位置的问题 你怎么去看这个一个更背后更结构 更深层的一些原因呢 对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缺乏讨论 就是说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个问题 就有一点我感觉说大家都可能会不敢去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没有去深入试着去深入去想这个问题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去讨论的 那么不要说我们原住民族啊 就好像汉民族里面的这个客家还有闽南 闽南这两种语言 旧语言 我们分成两个场面 一个是布丁的必修里面有一个本土语言的必修 这里头就有一个原住民 还有客家 还有新住民 还有闽南 这几种语言是一个礼拜有一节课 这是一个必修课程 这个我们没有意见 我们现在有一件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剩下的这个布丁的课程里面 对原住民来讲 对原住民来讲 其实如果我们这个民主是平等的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 我只要学到我作为一个公民的那些知识 还有涵养这个技能 那个部分就是说就能够符合作为中华民国国民的那个 基本的要件就可以了 那么剩下这是基础的 就不管你是汉民族 不管你是客家或者是或者是福老人 或者是新住民 这个几个都应该是一致的 那不能独后汉民族 不能因为说汉民族是人数最多 所以我们全部都要变成汉民族 不是 而是说你剩下的空间就是要说要选修了 那汉民族认为他的这个汉民族的文化是博大精深 他要继续传承下水 他要加强的国语的教育 历史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中国历史 中国地理 我们没问题 我们赞成 那但是就汉民族来学就好了 那我在剩下的选修 就我们原住民 我们就要强化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 还有地理 我们其实这边还有传统的知识 那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要求是这个教育部布定的原住民的必修 那就只有原住民要去修这个课程 那汉民族就去修他的汉人 那在共同的语言 共同文化 共同知识 共同的品德的修养 我们已经有一个共同必修 在这个十二年我们已经共同达到 然后我们不会因为 我们修了我们自己的原文化而无法沟通吧 所以就是说应该要重新调整这个结构 那对 所以好 我们原住民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是说只有一种 我们有十四种 南语的 南语的就是要以杨美语的这个语言知识文化 他们上以航海 上以泉水 那那个部分要加强 那可是就不能用到这个阿里桑的州主 或者布农主 布农主这边要狩猎 要高伤的这种文化 适应这些知识 那这个就是布农主要去学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细致的 对 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一个刚刚谈到整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立场的人 可以在这个所谓的历史的建构的过程当中 有比较多充分的讨论 那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之下 当然每一个族群 他在这样的一个在课纲上面 在课本上面出现 他有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范畴 可是各自也有各自的文化的传承 各自的一些所谓的生活的记忆 各自的这个历史经验 其实也应该在有更大的空间 刚刚像汪老师一套所谓选修的方式 来让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够谈到这边 其实非常谢谢汪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可以再继续的跟汪老师一起来连线 那谢谢汪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 观众朋友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